好,那那個鎖點與隔點,看起來好像很好用 其實至少比我姿子一個一個Key啊 不管Key絕對或相對這樣好用多的 那但是,你稍微思考一下 假設這裡不是40 這裡是45 這一段是45,那請問現在怎麼畫 鎖點打開 你鎖點打開你就永遠都是10啊 你沒有5啊 輸入,對 你可以用Key的,知道嗎 假設你現在是在鎖點狀態 你是在鎖點狀態,我可以說向下45 向下45你可以用 小老鼠長度45 角度多少 -90 這樣就可以畫得到,知道嗎 或者是用那個 直角桌標系統的相對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 但是呢,如果要這樣,那你幹嘛開增角 你幹嘛開鎖點 你幹嘛要開,你就用打了就好了啊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設格子的大小了 格子大小在哪邊改呢 就對這個按鈕按右鍵 按右鍵隔點設定 好,鎖點設定 那這邊就是鎖點,這邊就是隔點 好,就是隔線跟鎖點都在這裡 內定鎖點是10,10 隔線是10,10 就這裡吧 好,那你要是高興的話 假設你都把它改成5 5 然後 5 5 確定 好 可以啊,等一下我就講給你看 那如果現在換成5 那一次就是5 對不對 全都可以 那如果這裡是43 改成1 那改成1 那你應該知道會怎樣 結果秘密 那如果這裡是0.235 他就開笑了 所以 這邊我會建議各位啊 沒事你不要去改他 沒事你不需要 特別去改他 特別去改他 不要去改 因為你真的要有那種小數字 你就用打的 那剛才同學說 那可不可以不要 可以啊,你這個拿掉就可以不要 可不可以不等間距 例如說 X是10 Y是13 行不行 可以的 可以嗎 那就妙了 那就真的很妙 因為 你畫的跟看的是沒關係的 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到的 跟我鎖點是一點關係 他是鎖在這裡 看到的 跟那個 畫的是沒有關係 所以通常 你要改 你如果要改 這兩個也改一模一樣 5555 或者10 1111 隨便你 不會有人改成不一樣 你改成不一樣 就還蠻好笑的 那 比較少人會那樣用 那 確定 最後只是跟各位再講一件事情 鎖點跟隔點在 在CAT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還沒有 後面這些工具 那 以現在而言 其實 不需要開這兩個 沒必要不要去開它 因為它並不會加速你繪圖 你的尺寸也不會永遠都是這麼漂亮的 你們應該是只有 現在上課再練習 畫到這麼漂亮的尺寸 你們自己回去量 隨便啦 就像你現在桌子長 它一定是整數的嗎 不會啊 知道嗎 那可能是60.5 或60.3 之類的 但是不會是 真正有 有那麼多好整數 所以 知道有這個功能就好了 其實以後是比較少用到 那 你現在就可以把它給關了 以後就不會需要再開了 來 切給你們